好那么我们接着上午那个做那个程序对吧 这是我们上午写的那个程序 那么在这里我们想进行测试对吧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假如说你现在训练好了对吧 训练5000步2000步对吧 这我们改叫 训练2000步你训练好了 这个D06 应该是这个啊 训练2000步训练好之后 那你是要保存模型啊 对吧 把模型保存之后 那接着我把模型读取出来 随便去预测对吧 假如说我们现在完成这个功能 比如说在这个means的 在这个means的 他是不是提供了一个test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啊 这是trim啊 他还提供了test啊 那test是不是也可以用nextbench 我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我来一张图片对吧 我nextbench一 我输入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看一下目标值 它是属于哪一个数字 然后呢输出了类别概率 然后我取出预测啊 现在是预测了 已经训练好了 我让他预测的这个概率 取出哪一个值 对比一下 看一下他的本身的那个数字是什么 我们预测的数字 来看一下是不是准确的 对吧 好 那么在这里 首先我们训练完 在这啊 我们训练完就直接在训练结束之后保存模型嘛 来保存模型 那假如说我不在中间去保存了 如果说你部署特别多 对吧 然后适应的时间比较长 你可以中间每两百步保存一次 那这里我就保存一下就行了 好 我在这个结束要保存模型 对吧 在这里 保存模型 好 好那么保存模型是不是要创建一个saver啊 是不是创建saver 哎 要注意了 那么创建一个saver 创建一个saver对吧 那saver在哪 tf.train.saver saver 好 那saver呢 是另外一个s save 啊 那么这个saver是不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save 一个restore方法 对吧 那我们要保存美元就save进去 对吧 好 在这里 直接ssa.saver.saver 对吧 那save的话是不是要保存绘画吧 对吧 你要保存绘画 哎 跟你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不要搞混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你这个模型的名字吧 你模型的名字的目录 那假设说我们保存在tump目录下 保存在这个地方 ckpt 对吧 我把原来以前保存的别的呢 闪掉 然后我在这里写个名字 比如说 当前目录下 tump目录下的ckpt 哎 我把它模型取个名字吧 模型名字是必须要取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这是权力牵扯的网络 对吧 fc-model 好 我取了这个名字 现在是不是保存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在同一个程序当中 先训练 训练好 保存参数 然后再加载吧 然后再加载参数的时候 我就去测试了吧 那我在这里做一个判断 如果哎 我如果在这里对吧 如果我加一个标志符 如果你是一直吹音之为 是为处 提押友谊 你的意思吹音是处 我就让他去训练 可不可以呀 我在运行的时候 让他去训练对吧 好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这些代码呢 都放到这里面 好 那我让他去训练啊 你启动的时候 我让他去训练 如果他不是处 或者是缝 或者你直接拿一个一键型 对吧 你弄一个椅子 吹音的那一 那我是不是在这里 我要定一个 这样的一个命连和参数吧 对吧 好 tf.app.flux.flux 好 那我在这里先把这个获取参数的拿回来 那接着我要定一个 有些吹音的一个 这样一个参数 对吧 tf.app.flux.define 一个integer 那么这个值 我们就是刚才的那个 一子吹音 如果 我默认是不是都是训练 对吧 我默认了 就是让他训练 让那个模型训练的 然后这里写上 指定程序是预测 对吧 是预测 是预测 还是训练 是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呢 默认都是一 是不是 我就让他先建立文件 然后训练 保持文件 好 如果 else 如果不是一的话 我就去预测 对吧 如果不是一 我就去预测 对吧 如果是0 对吧 意思吹音是0 我们做预测 做预测 做出预测 好 现在我就不考虑 这个训练 测试的这个准确率了 我只是说 我输一张图片 进去 然后他给我输出什么了 对吧 好 那首先 我们现在 输一百张图片 可以吧 我把测试集里面 拿一百图片 我循环的一张一张的 拿进去 对吧 好 for Ie range 比如说我测试 拿一百张图片测试 对吧 然后这一百张图片 我们从哪里回去 是不是 means里面的test 就回去 好 我从这个 means的 点test 在里面 是不是也有nest的bunch吧 nest的bunch 干 BATCH 好 我每次拿一张给他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我一次一次 一张一张的预测 对吧 一张一张预测 然后呢 返回 比如说 就叫x 干 test 然后y干 test 注意了 这是这一张图片的训练级吧 训练 特征纸吧 这是这张图片的目标纸吧 好 那么注意了 y干 test 应该是一个 1号的编码 那你要知道 这个数字 是哪个数字 是不是要 把这个网号的编码 最大的那个下标拿过来 是吧 0到9吧 好 那我们在这里 每次 每次测试一个图片 每次 测试一张图片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预测 注意了 你要预测 应该干嘛 现在你都不用去训练 你要预测 是不是在这里之前 先要把我的模型 加载出来吧 所以这里要 注意了 加载 模型 因为如果不加载 模型 你的参数数没有覆盖了原来的参数 对吧 好 save 点 restore 那么还是第一个 s 第二个目标还是这个 当然 你可以去判断一下 有没有保存模型 对吧 这里我们就不算判断了 有没有模型 这个文件 好 那么接下来 你要干嘛 是不是 我的目标值是什么 我就这样去打印 print print print一下 好 第 i张图片 比如说第i张图片 它的数字是什么 对吧 它本身的数字是什么 比如说它本身的这个数字 对吧 数字 目标 是 就是手写数字 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这个也是个百分号d对吧 然后你的预测这张图片 预测结果是 好 预测结果是 我也用百分号d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这个翻在一起 对吧 翻在一起 那我可以当中写了 第i张图片吧 第i张图片 然后你的手写数字目标 怎么会取 是不是y干test 这里面应该是一张图片 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00000345 比如在这里 678 134 678 90 再来一个 所以你只要找到最大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什么 012345 这个数字是什么 是5啊 好 那我在这里就直接找到 tf.argmax argmx 找到这个外干test里面的最大的那个地方吧 是不是 然后注意了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啊 注意了要用evil去获取这个值 那你解释了 这是我这张图片的什么具体的数字吧 好 那接下来你要去预测 你要去预测预测什么 是不是预测结果呀 我们应该拿哪一个 是不是拿这个预测结果来看 是不是这张图片 经过这里 经过运算 经过运算 好 你预测它的概率是多少啊 是不是取出概率最大的 就是你去预测结果 好 那么在这里 那我就直接去 session.run 注意了 session.run什么 是不是外干predict 我要预测这个结果 好 那我是不是要填进去这个数据吧 那这个填数据还是一样的 把你的这个两个数据给填进去 把你的两数据给填进去 你的x 注意了 你的x是什么 是不是你要 你预测这张图片 是不是也要经过这个网络 然后正好这个weightbios 是不是你保存的那个weightbios 是你保存之后的 不是你出手画了之后了 然后是不是得出这个预测结果 所以你这个x和y处 是不是要填进去 好 那现在我只有这一张图片 一张图片 我填进去 就把我们的x干test填进去 然后呢 把我们的y干test x的填进去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你填进去之后 这里返回一个值 应该是一个什么 这个图片属于 一个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吧 好 那我是不是要找到概率最大值 是不是 就相信这个东西吧 好 那我们要替他进行tf.argmax 求出这里面的 注意了 别写错了 在这个地方 这里 然后呢 是不是求1吧 看一下对不对啊 在这里是一个整体 对吧 好 对这个值吧 对这个值求1 是不是求最大的 最大的这值还不是最重要的值 是不是一我一下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原本身 本身啊 本身它的数字是哪一个 这是我预测的结果吧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都预测正确 好 那么首先运行的时候 我就默认先训练吧 可以啊 默认首先 先训练 比如说 我在这里 先extreme.1 extreme.1 好 让它训练两千步 保存了一个模型 在这里 保存模型 保存好之后 好 我再运行一遍呢 是预测了 对吧 我去测试 看一下 我拿100个图片 测试一下 它预测准确 好 那我们先直接 extreme.1 默认是1吧 对吧 我们直接运行就行了 extreme.1 这个叫flux 对吧 flux 点 一个 的 确 啊 好训练完成之后 CKPD里面有这些文件了吧 这就是我们保存的模型 接下来我就不训练了吧 我已经训练完成了 那是不是你就预测了 那预测 我就可以指定一下 EaseThing就是0 好那你现在预测了 先加载一下模型 所以把那些wait和BIOS加载进来了 然后用那些东西经过这个输入 到这个网络之后 得出这个wagon predict的结果 然后找到你的预测结果 还有你的目标就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本身这张图片 对吧 手写数字图片 是对吧 是哪一个数字 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在这里运行呢 我们就直接通过别的去运行 Path 比如说D06对吧 运行我们的程序D06 然后呢 指定你是在训练还测试吧 来杠杠 EaseThing 等于0 那是不是已经在测试了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测试 好 是不是我们只提供了100张测试图片吗 你可以提供更多 看一下 他原来的这个 比如说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一些准确 对吧 看一下 我们就不打准确率了啊 你可以自己打印出来 0 他本身这个数字里面这个图片啊 是0嘛 你预测结果是吗 0 然后呢 3 哎 这地方有问题了 对吧 这预测了一个9 说明这个地方有一些干扰误差了吧 好那还有 他本身这张图片是6 你预测的 是6 8 8 33 那大部分应该是准确的 对吧 大部分应该是准确的 这里也有个问题 这里有个错的 这里也有错的 对吧 说明你训练的模型是不是 还有一些误差吧 对吧 这就是说你本身是1 哎 预测是1 本身1 预测1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预测结果 反归是别的了 对不对 你可以用单前的这个模型 是不是去预测图片 哎 我图片里面是9 你预测的是什么结果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上午做的这样的案例 对吧 对吧